有没有,就像这样子直接将大家安装起来 我们拍摄画面拍摄的产品 就可以以不偏移中心点的状态之下呢 来切换我们要拍摄的水平垂直画面 非常方便 哈喽大家好,我是铁巴 自从YouTube今年2月推出秀短片之后 相信大家在拍摄短片的数量呢 一定都有非常大幅度的提升 虽然可能本来就有在拍啊 YouTube啦,TikTok之类的 不过在YouTube加入战局之后呢 说真的,秀短片的效益还蛮不错的 就连我自己也开始出了很多短片 那像类似这种短片呢 我们主要观看的设备啊 都是我们的手机 短片嘛,就是精华精彩然后方便 随时使用手机都能来观看 所以通常它的画幅呢都会是垂直的 所以我们在拍摄的作业上呢 就会有一点小小的困扰 如果本来就有在拍影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除了外出拍Vlog不说啊 通常我们在室内拍摄影片啊 都会希望我们灯光啊 设备的角度还有高度啊 尽量不要去动到 这样子我们下一次就可以非常快速的开拍 设备就不需要再瞧一瞧去的 可以节省非常多时间 所以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呢发现一个蛮不错的周边器材 可以非常快速的将我们相机 从水平啊一秒转成垂直来进行拍摄 这个品牌大家应该是不陌生啊 在摄影器材相当致命的品牌Fortobo 他们家新推出的X-Dotator 7-5集成小循环 OK我们直接将它拿出来看一下 一如往常的做工非常细致 整体金属的质感相当的扎实 非常的棒哦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体的结构呢 就是分成两个区域啊 比较下面这边呢 是让我们安装在脚架啦 稳定器提龙提把之类的 并且只要是阿卡坏载系统呢 都是可以来使用没问题 那另外一侧的话 就是让我们安装相机所使用的 可以看到它这边有一个环啊 就是可以让我们的相机呢 快速的切换水平垂直的结构 并且呢它还设计可以微调上下的高度 让我们各种的相机啊 镜头搭配起来都可以来使用哦 那要控制它水平垂直切换的部分呢 就是使用侧边这个旋钮 直接逆时针旋转就可以将它放松 那我们来切换水平垂直的角度 有没有哦 就像这样子直接将它安装起来 我们拍摄画面拍摄的产品 就可以以不偏移中心点的状态之下呢 来切换我们要拍摄的水平垂直画面 非常的方便 那在后面一点点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只六角板手啊 这个部分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点 还蛮贴心的哦 它在内建就有一个隐藏式的六角板手 相信大家一定都有这样子的经验啦 我们要拆中快拆板啊 常常会找不到六角板手 所以在器材本身有隐藏式的六角板手啊 真的是蛮不错的哦 那它在整体规格支援的部分呢 大致上只要是75以内口径的镜头啊 都是可以在X Rotator上面使用的 比如像我目前比较常使用的是 Sony的A7C加上24GM来进行拍摄 到目前为止使用一阵子 就像画面上所看到的 还蛮顺畅的哦 平常拍摄水平画面啊 那如果临时需要拍秀短片 也可以马上切换垂直画面来进行拍摄 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哦 那刚刚前面还有提到 它也是可以加在稳定器上面来使用嘛 这个时候有的朋友就会在意它的重量啦 实际的称重起来 大约只有140克左右 哎还蛮轻的哦 这样子我们带着它外出拍摄啊 加在稳定器上面来使用啊 就不会增加太多的负担 而且呢 它本身是拥有3公斤的承载能力 算是相当使用的一个配件哦 所以大家如果最近有打算 开始拍摄秀短片啊 或者是平常有水平垂直切换拍摄需求的话呢 今天分享了Fortopo他们家新推出的 X-Rotator 7-5机身巧旋环 经过实际使用一阵子的感觉呢 说真的非常好用啊 推荐给有相同需求的朋友们来选择哦 那如果大家对于今天分享的器材也有兴趣的话呢 我会将官方最新的购买一费资讯啊 放在我影片下方 大家可以去点来看看哦 OK那今天影片就这边结束 非常期待大家收看 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那我们下一集影片见哦 谢谢大家 拜拜